來去尋找對身體最有用的養生好物 哇 找到了 就是它 高麗菜 哦 有人買高麗菜耶 高麗菜香甜的滋味飄盪在空中 趕快回家吃 我們家吃飯一定要有高麗菜 因為高麗菜又脆又好吃 我每天都會為寶寶吃高麗菜 這樣寶寶就會健康又強壯 吃火鍋最重要的就是高麗菜 就歸來就歸來 高麗菜除了美味 更多營養與功效 我們請專業中醫師來告訴您原因 高麗菜可以促進骨頭的生長 而預防骨質疏鬆症 以現代的醫學也講得通 高麗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K 它可以促進維生素D及鈣的吸收 高麗菜含有豐富的點物質 它可以促進蛋白質的吸收 加速胃黏膜的修復 也可以協助排便的通常 我們餐桌上常見的高麗菜也是國名天王 擁有廣大粉絲團喔 高麗菜是寧我的好菜 讓我們聽聽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愛 它可以盡情的胃 幫助我們解便秘 再三點健康 高麗菜其實它煮久的話 那個甜度的話其實是很好的高湯的產品 它會融入到湯裡面 然後也可以吃蠻好的湯底 用燙的嘛 跟煮火鍋啊 中國的料理很多都 麵食都需要用到高麗菜 高麗菜據我所知它的纖維非常多啦 那我覺得它吃了還滿軟味的 那就是可以幫助一些消化跟排便 我覺得很健康 吃過高麗菜也讓我們來拜訪高麗菜的故鄉吧 哇 你看一顆顆飽滿翠綠的高麗菜可以採收囉 美味高麗菜不只是以感情快炒 以心意入攪子線 以真情慢燉 現在還有創意私房料理大公開喔 今天先來做一套中西合璧料理 首先 備料高麗菜四分之一顆 培根兩片 蒜末少許 中筋麵粉 泡打粉 鹽 胡椒粉 糖 牛奶 雞蛋與橄欖油 緊接著 步驟一 熱油鍋 將切碎的高麗菜 培根 蒜末與鹽拌炒 步驟二 炒到高麗菜成微軟狀 步驟三 將中筋麵粉 泡打粉 過篩後放置大料理碗中 加入牛奶 全蛋與橄欖油以打蛋器攪拌均勻 步驟四 將冷卻的高麗菜培根餡料 加入備好的麵糊 準備10到12個蛋糕紙杯 將拌好的餡量平均倒入紙杯中 記得只要7分滿喔 步驟五 最後放入預熱好的烤箱中 烘烤40至50分鐘 烤到表面呈現青黃色 哇 你們看 一個個高麗菜杯子蛋糕都舒醒了 雀躍的蓬鬆起來 嘿嘿 這個時候手腳要快 才能嘗到創意好美味喔 高麗菜真正好 全台都說讚 台灣高麗菜好耶 高麗菜好 請大家多吃到讚 高麗菜好耶 台灣高麗菜好耶 台灣高麗菜真很讚 我們高麗菜好吃喔 讚的喔 我愛高麗菜 讚 讚 享受美味健康養生高麗菜 就趁現在